随着年龄的增长 听觉会开始步入老化及衰退 为了让志工能更深入一层 了解自己的听觉状况 慈激马六甲分会 BBP检验中心 首次配合举办听觉健康检查 因为我们公司是健康领域 然后是根据不一样的对象群 而去提供这个服务这样子 有这个义务去为这个社会付出这样子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次 这个是为了我们的法庆关怀 而来办的 就是让我们的志工知道他们耳朵 到底有没有问题 好 外景你在这个 然后先检查你的右边的耳朵 再检查你左边的耳朵 经过检查 志工袁淑琴很清楚自己的听觉问题 就是他检验过后 发现我的这个幼耳的视听力 突然间吓到很快 他就叫我再去给医生check up 这次的活动让志工能放下之前内心的担忧及怀疑 随着自己的检验报告提早做好进一步的治疗 大新闻政委文池秋庆 马来西亚马六甲报导 我可以看到你